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那时,分封的王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 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起先,西律为他兄弟肥利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尖里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 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西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限制 到了西律的生日,西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 是西律欢喜 西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女儿被母亲锁使,就说 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王便忧愁 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习的人,就吩咐给他 于是打发人去,在尖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 女子拿去给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掰开饼,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说 是个鬼怪啊 便害怕,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 请将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 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他们过了海 来到格尼萨勒地方 那里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 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 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